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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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 正和文达一起保护这两中枢突围逃走 总有人说 他们曾经正面对抗过 而且是施恩打败了李成 但是 其实并没有对抗过 因为施恩的第八棋队到位的时候 李成和文达正在打第七棋队 而且 已经护送两中枢突出重围了 这个施恩作为武松的好友 大家总觉得他很厉害 其实不是的 他后来上了梁山 一直都是倒数排名 而里 成作为梁中枢的贴身保镖 武功自然是很高的 足以在梁山排弹中断了 孰强孰弱一看便知 三 武松和朱武 有一些比较有意思的读者 竟然因为朱武和武松名字里都有一个五字 就自动把它俩放在一起比较 可是事实上 朱武的绰号是神机军师 在整部水浒专里 甚至都没有提到过他上战场 更多的是描写他排兵布阵的场景 而且能看出来他脾气挺好的 一点都不暴躁 所以才说他是个军师嘛 可是 武松在小说中 可是赫赫有名的武功高强 单是在锦阳刚上 一个人单挑了一只掉进白鹅的大老虎 就能略知一二 更何况在后来争讨芳辣的过程中 他一直都是主力部队 就连精灵的宋江 也一直都对他另眼相看 断壁之后的后话不说 总之武松的战斗力 可以说是非常爆表的 经过小编的分析 这六个人之间的对决 大家心里是不是有数了呢 其实在梁山上 每个人都有 每个人擅长的部分 不能只用武力值来评价 每个人的能力高低哦 参考资料 水浒抓图片来源于网络 如有侵权 联系删除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华为 了解 有侵权 你 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